字幕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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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整個景都不跟我認識 就知道我們 深夜系列之前已經 沒有的系列我們再次回來了 純粹因為換了燈 因為其實沒什麼 很配合的 跟很多題材都不太配合 整個蛋糕又不配合 甜的東西都不配合 所以就沒拍 今天這個就配合了 這個真的配合了 這個是一個大排檔的菜式 或者那些中菜比較 平民化那些 還是會包膠桌布 跟著喝啤酒那些 會看到它的 它叫做焦糖雞翼 焦糖雞翼的意思呢 就不是用焦糖煮的雞翼 是那個雞翼外面 是包著一層糖 然後焦糖 而且是脆的 跟著我第一次吃都覺得很神奇 覺得很神奇 嘩嘩這樣 然後第二次吃又覺得 其實不是很難做的 那就不如一起來做 貴的了 成舊水一碟 所以為什麼自己做 因為看一看我價錢 縮一縮 每一次看到雞翼100元 大概你需要準備一堆這樣的東西 有些東西不一定 例如米粉 因為不是用來煮下去吃的 所以不是必須的 首先解凍的 之後呢 就倒乾淨了 因為我們是醃它的 所以如果它裡面有很多水 你就醃到也醃不到 然後出來就很恐怖了 雞翼沒有醃過 我們把酒放進去 然後呢 就生抽 都是那些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普通的炸雞翼 然後再用一層焦糖包 之後呢 就倒蠔油了 加些蠔油 或者醃肉蠔汁 嘩 挺好的 之後呢 胡椒粉 老人家寄生茶 要看不看了 油的話呢 就雞粉 嘩 多了 那這堂東西呢 最好就醃一盲 雞翼和其他肉最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那個 所有肉的位置 都是被皮包住 就是你不同 切開一塊肉 一塊牛扒 然後你馬上倒進去 它馬上吸進去 不是的 因為那層皮其實是擋住了所有味 所以雞翼呢 很詭鬧地 它是需要多一點時間 才能入味 所以就半個小時 最少 好 那我們呢 有它 可以在某一邊 這樣 不過呢 只是這樣說 實際呢 永遠是另一件事 我們馬上進行下服 我們就試一下 譬如像現在 last minute 真的這樣做 究竟出來會變成怎樣 因為我有醃了 和沒有醃 我還有三隻醃了 給你們看 這幾隻就是醃了一晚的 其實它會縮小一點 不過不要緊 我放在這裡 要用呢 食譜六隻 弄完整整就變成九隻 我們當它醃了 好嗎 下一步呢 其實就是上粉炸的了 直接 它就用一個很薄的皮 它不是那些另外有脆皮來的 因為如果它有脆皮 你用一層焦糖的脆皮 那個光芒就會完全被它遮蓋了 所以它是一個很薄的炸粉 那我們呢 準備一些油 燒熱這隻鑊 很簡單 這裡有少許麵粉 那我這次拿了一些低筋麵粉 那我們呢 輕輕這樣 蘸些粉 就是靠本身醃它的醬油 這樣就黏住它了 那我們這樣蘸 那油呢 就差不多了 不是喔 差一點 不過不要緊要 先放進去 我們今天這個很脆 只不過是把平時做的東西 再做一次 就是那些雞翼 又是這樣做的了 又是那些焦糖 做蛋糕那些 又會看到它了 類似是一個 只是把兩樣的東西組合在一起 無事了有人搓進來 第一次做雞翼 好慘喔 如果你搓進來 第一次想做雞翼 都沒看過有人做焦糖 我在這裡做倒葉 那個油溫大概多少呢 一個六十度 因為雞翼 它最重要的是 它有骨 又厚 基本上是一個很難熟的東西 很容易會生的 所以呢 我們會用一個比較低的溫度 炸了它 那你說會不會很油啊 或者怎樣 不要緊的 這次這個呢 基本上是沒得走雞的 你是要炸它兩次的 焦糖一遇水會融的 變成如果你那隻雞翼 外層不夠乾爽呢 那些肉汁流出來 就很容易令到焦糖溶的 那一溶了焦糖 有一個問題呢 它會黏的 很黏的 很黏的 還有黏牙的 盡量乾爽 所以呢 就炸兩次 那出來的皮呢 就會乾一點 那地呢 下光了 那油溫應該現在很低的了 因為太多雞翼了 那你就可以開大一點點 沒那麼快的 沒得看的 但炸到差不多 它可能那些骨 就會流血水啊 那些出來的 然後再來多一會呢 那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就這樣看 就未必看得出的 你如果真的很想試 那應該怎樣呢 就是呢 我的筷子呢 沿著雞翼的骨 那裡刺進去 然後捏一捏 那看看它會不會漏一些液體出來 雞肉呢 就是這樣的 如果它很清的 那些液體 那就是熟的 我們這樣慢慢 浸到它 熟為止 之後呢 才一下子炸它的皮 好 炸到差不多了 我們反一反它 因為呢 有機會有個位 是特別貼著的鑊 那些位是會有機會焦的 好了 炸到差不多了 你感覺到它漲糊糊了 開始上色了 那你就可以 完成第一次的了 預備 穩定些東西 裝起雞翼 那我們一隻 選的出來吧 之後要做什麼呢 撈走這些多餘的 因為呢 這些東西會焦的 那它焦又怎樣呢 它焦會貼著你的雞翼 那我們升高一點點的油溫 之後呢 就可以把我們那個雞翼 再放進去 第二次 你見現在的色澤 還可以多一點點 但是呢 就小心了 因為呢 很快的 因為油溫一高 就很快上色了 你一隻夾過去呢 很容易會慢了 你看到第二次呢 它的皮呢 是容易一點炸起的 第一次那個樣子 還不是那個皮 還好像黏著雞翼一樣 但是呢 現在呢 你再用大火再炸一次呢 它那些皮就會炸開 不如我們炸深色一點 因為呢 我吃過的版本 其實是深色的 整隻雞翼是很深色的 就是不是金黃色的 是啡啡的 但是呢 它有個 好處就是呢 因為它是燒糖雞翼 所以呢 那件事呢 深色一點呢 好像是好吃一點的 好像是合理一點的 好 那我們夾它出來啦 你去這些中式的酒樓的大排檔呢 通常呢 有一些脆脆 或者一件一件的東西呢 下面都有一些炸米粉的底 所以我們呢 順手就做它 我們要的量很少的 所以就 輕輕來 至於 溫度是多少呢 我都不夠肯定 你可以逐條丟下去 但是這個就應該不行了 這個就太低溫了 它呢 應該是呢 一放下去呢 就會馬上 這樣炸起的 這些呢 炸乾了就不脹了 它再燒熱一點 類似是這樣 類似是這個狀態 我們呢 就可以放多一點 它要呢 放下去馬上 這樣就升起了 這些呢 才是脆的 那究竟 這個溫度應該是多少呢 那我們呢 現在呢 就來看看它 接近200 之後呢 再炸多一點 對啦 反轉它 確保每一位都炸到 這樣就撈起它 所以我說這個東西不是必要的 你真是心癢才搞 好啦 最後一步了 那我們呢 倒一些油先 好 之後呢 就來到最後一步了 就是呢 焦糖了 那我就算呢 開頭算呢 就是 每隻呢 就是一匙 但是呢 就會太甜 所以呢 每隻呢 略為夠一點 6隻呢 就是20 如果我們9隻呢 就是30 那就差不多了 但是呢 有時候呢 又不是這樣直承上去 這個不是做蛋糕 不是倒好過沒有 越少呢 其實你loss了 黏在一個鍋裡 沒有上到 或者那些東西 不見了的機率呢 其實那個percentage 會高很多 所以越多 你就可以越剪 其實如果我們真的 做足超過一份 其實就不用那麼多 除非你很喜歡吃甜 因為多甜 甜的 其實就 裡面平衡不回 所以我呢 放25 其實就應該就夠了 我會加一滴滴滴滴滴鹽 好滴滴滴滴滴鹽 有一件東西你要找的 麥芽糖 不一滴麥芽糖 你可以玉米糖漿 你可以糖漿 這些糖落下去的目的就是為了令到它 沒有那麼容易變硬 即是因為它焦糖一煮到焦糖的時候 你拌它兩東西它就會好像翻紗糊 變回白色的粉末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就拌不均勻 或者你就變成翻紗雞翼 所以這裡會加一點麥芽糖 令到它那個糖沒有那麼容易攪拌 因為這個動作而變成凝固 不關味道的事 是功能 用一個低的火力輕輕煮 有沒有看到沒有加水 好像很勇敢 因為最終我們都會煮到它沒有水分 那個外皮才會脆 所以不是100%要加水 但你加水就保險一點 慢慢熬到它到你要的狀態 你可以加一茶匙的水 但如果你大膽的就可以直接這樣來 當然你的火力要很低 如果不是你一下子就焦了 記得不要心急 你不要太大火去煮它 而既然開始熔 就可以開始攪拌它 即是弄散它 讓它快點掉 而且與此同時 調低一點火力 不可以就拿起它 那個顏色 它說變就變 好了 開始有煙了 以及開始深色一點 有沒有看到我攪拌得很爽 因為加了麥芽糖 怎樣攪拌都沒事 如果你沒有加 它攪拌兩下就會變成砂糖 好了 差不多了 你看 顏色開始很漂亮 現在這裡至少是123度 這個東西都危險 自己小心一點 但沒有這個溫度又不行 因為還未到這個溫度 就會很容易變軟 我們把雞翼放進去 立刻拌 但小心一點 不要彈到你自己 盡快拌勻它 希望每一個位置都黏到糖 但又不要太多糖太甜 這個東西很矛盾 因為只有多糖 你自然當然那個皮很脆 很厚 但是呢 又會太甜 那個雞翼又好像變了另一樣東西 但是呢 你又要反倒 那反倒的條件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你有落麥芽糖 一環扣一環 現在呢 是軟的 有一點黏黏的 那你攪在這裡 攪了一會 它外面硬了 就會變脆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 焦糖雞夜 就完成了 還是下水了 應該會很膠 而且我太心急了 應該再拌勻多一點 外面 都黏著糖 後面都黏著米粉 讓你聽一下聲音 聽到嗎 醃的時間呢 你真的最好盡量延長 因為外面整層都是糖 如果你的雞翼真的醃不夠味 就會好像真的在吃糖 就是這樣了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超糖雞翼了 快點到這裡 記得按Facebook和Instagram 訂閱朱家 歡迎贊助 還有4143456 新影片 星期日可能會有 下次再見 拜拜